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对产品进行全面的升级 成为百度内部第一个OLF分析平台 并且开始承接百度所有的统计报表业务 在2013年的时候 我们进行了MPP框架的升级 开始支持分布式计算 并且使用了全新的一个数据模型 查询和此准效率都得到了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17年的时候 随着百度开源热潮的一个兴起 我们正式在Github上将Doris进行开源 18年的时候 我们决定将Doris贡献给阿帕奇社区 并且正式更名为阿帕奇Doris 那么时间到了今年就是2022年 我们正式的从阿帕奇复化期毕业 成为一个阿帕奇的顶级项目 截止目前为止 我们在Github上面 有超过4900多的Star 然后我们的贡献者数量 也超过了340多人 那么Doris在这个整个大数据体系当中呢 都有非常多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数仓 这个查询加速场景下面呢 能够实现在PB级的数据 实现这种秒级 甚至好秒级的一个响应 能够大幅度的提升这个查询的一个效率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实时数仓构建的这个场景下面呢 也能够实现流逝的数据的高效导入 并且能够帮助用户实现这个实时业务的这个数据洞察 仅仅使用Doris一款产品呢 就可以是统一这个大数据平台的架构和这个数据流 那么Doris在这种交互式的这个数据分析场景呢 同样的有非常优色的表现 然后非常便捷的和现在主流的这个BI工具 然后一起使用构建交互式的数据分析应用 所以含量数据呢 能够实现资助的探查和作为分析 实现这个对业务的一个深层次的探索和快速的决策 那么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这个场景 就是说这个公司内部 他可能有非常多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平台和这个数据的工具 这种场景下呢 Doris也能通过这种多元的联邦查询 然后再横跨多个数据源统一查询入口 能够 最显得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这个过滤条件下推啊 等等一些策略 然后显著的提升查询性的 满足这种业务人员多元化的这个查询分析需求 那比如说我们提供的这个C4NES的方案呢 实际上是目前这个在ES上面啊 效果就是这个性能最高的一个这个啊 SQL的一个查询方案 那么Doris在这个啊 满足以上场景已得到广泛认可的 他呢 主要有底下的几个核心优势 那第一个呢 就是极致的性能 那我们通过这个高效的这个列式存储引擎 和这个现代的MPP的一个框架 啊 结合我们之 结合我们新的这个向内化执行引擎 以及我们智能的乌化石头技术 啊 然后实现了这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查询性能 并且呢 我们能够啊 通过这个分区和分统的这个多级的存储 然后对查询的时候呢 能够实现这个分区和分统的裁件 然后呢 然后过滤到大部分的一个查询数据啊 能够实现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啊 并发的一个查询的一个的这个请求啊 没有并发的瓶颈 那我们在100台集群的情况下呢 可以达到近10万的一个QPS 那另外呢 DORS的这个也是非常简单易用的 那它呢 能够支持标准的SQL 并且呢 能够完全兼容MySQL的一个网络协议啊 能够兼容主流的这个各种 这个 BI工具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数据库工具 并且呢 DORS有非常优秀的一个状态表现 那这个呢 主要得益于我们 这个 MPP框架啊 并且呢 我们能够实现这个在线的表结构变更 那进行这个SlimerChange的时候呢 实际上不影响任何的这个 现在的业务 包括导入呢 也是同步的进行 另外呢 我们能够通过BIMTIPS OE等等技术呢 实现精确的去从 而且这个去从呢 其实是是实时的 并不会有延时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能够实现这个流P一体的这个 这个能力 能够实现批量数据和实时流数据的这个导入 在行能够实现行级别的更新和删除 通过多版本的机制呢 我们解决了这个读写冲突 在导入的时候呢 能够有事物知识 能够保证这个ACID 在这个 我们也实现了这个Exact Events的一个语义 那 除了上述的这些性能和这个 这个使用方面上的表现呢 Doris在运营上面呢 非常的简单 那么它高度一体 它不依赖任何外部的一个组件依赖 集群的这个规模呢 能够弹性的伸缩 任何的节点都可以这个线性的扩展 那么完全不需要代码 就可以完成这个集群的一个认为 那么在这个 企业场景下面呢 这个可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么Doris它的可用性也非常高 它的这个主节点呢 是高可用的 那么主要节点都是高可用的 在这个 数据呢 它是通过多数本进行存储的 那在节点故障的时候呢 数据可以自动的进行迁移 那么请求呢 也会自动路由到新的一个节点上 数据分片呢 也能够自动均衡 这些完全都不需要 这个人为的一个介入处理 除此之外呢 Doris也能支持非常深复的 一个生态的一个 组件 那么Doris能够对这个 像这个对象存储 然后HTFS 卡卡 Flink等的数据的一个 无缝的接入导入 那么Spark呢 也能够 也能够通过Spark呢 进行这个联邦的数据分析 并且呢 我们通 我们为ES提供了分布式的 一个SQL查询能力 然后这个呢 也是目前这个效果最好 一个这个 SQL ES一个方案 并且能够和主流的这个 BI工具进行适配 完全不需要这个 我们新的这个代码的开发 那么刚才这些优势呢 实际上会依赖于 我们下面这些 这个核心的一些功能 我们现在 首先呢 是说我们的这个架构呢 非常简单 整个系统里面呢 其实只有FE和BE两种角色 那它不依赖任何外部组件 非常的方便 对于这种部署和运维来说 非常方便 那么从我们数据存储的角度来看呢 FE呢 和负责这个存储和维护集权的原数据 比如说这个表的一些分布啊 还有这个 这个B节点的这个 这个统计情况 与它的存活情况等等 那B呢 存储我们查询的这个物理数据 那么从这个查询数据的角度来看呢 FE节点呢 负责接收 解析和这个 这个查询请求 并且呢 它规划查询计划 然后还要负责调度这个查询计划的执行 以及对于这个 反回的查询结果的一个跟踪和这个 向前端的反馈 那么 那B呢 主要根据这个FE节点生成的这个查询计划呢 分布式的进行执行 我们的这个FE节点和B节点都可以 呃 线性的扩展 那其中呢 这个FE节点呢 它呢 主要有三个角色 那 第一个呢 是leader 第二个呢 是这个follower 还有一个呢 是observer 啊 leader和follower 本质上都是follower节点 那么 主要的目的呢 是为了达到原数据的高可用 保证这个单几点当机的情况下呢 这个原数据能够实时的代线恢复 从而比较整个业务 follower和leader节点呢 它在有几点当机的时候呢 会参与选举 就生成一个新的一个leader节点 observer呢 其实是一个 用来扩展这个 查询的一个指读的一个节点 那么 我们如果 比如说发现这个集群的这个压力非常大 而且它的这个压力的主要集中在这个FE的这个查询规划上面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 observer节点去扩展整个集群的一个查询能力 那么observer它不会参与任何的写入 只负责读取 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可靠性的问题 那么可靠性的主要由这个BE的这个多副本机制的一个保证 那同时呢 FE也会监测这个BE上面所有数据的副本情况 从而保证这个 副本的一个稳定性 当有这个节点的丢失或者副本损坏的时候 FE会主动的发起这个副本均衡的一个任务 这些都是自动处理的 完全不需要员工的一个介入 那么doris在这个运维方面呢 他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刚才也简单说了这个多副本的一个 这个高可用保证 那么在这个 就是doris呢 能够实现在在线扩容和缩容 而不影响对业务能对业务的长任何影响 那么当有新的节点加入或者有节点退出的时候呢 那么副本会自动修复 那比如上面这个图里面啊 然后呢原来有三个BE 然后有一个表 这表里面呢 它有三个这个分统 这个分统呢 其实是一个三副本存储的 那么它呢会平均的分布在这个三个节点上面去 当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BE节点加入的时候呢 FE会感受到这个情况 并且将这个啊第一个和第三个节点上的这个两个分统 分别在迁移到最新的节点上去 然后呢实现了这个整个数据的一个均衡 那么当有这个啊 比如说假设这个第四个节点在挂掉的时候 那FE呢也会感受到这种情况 也会把这个这个副本的这个数量去补齐 以实现这个啊多副本的一个保证 那么除了这个存储和这个这个 这个Dorsk的这个高高可好性以外呢 那么Dorsk这个查询框架呢 也是非常优秀的 Dorsk呢它的查询引擎是基于这个MPP的一个火山模型 那么这个呢是在各种数据库的系统当中呢 都应用最广泛的一个模型 在查询执行的时候呢 这个查询会自顶向下的调用next的接口 而数据呢就会自顶向上的被拉取处理 那么每个节点呢只需要实现open next和close这三个函数 那就可以实现数据呢自顶向下 自顶向上的一个拉取操作 从而整个驱动整个计算的一个进行 那这个MPP的框架呢相对于一些分布式的 这种getter cipher的框架呢 它最显出的一个区别呢 就在于它实现了这个trim的节点 那么dors里面的一个c计呢 会先形成一个逻辑计划 然后根据数据的分布呢 形成一个物理的一个查询计划 物理计划呢会有 往往会有这个多个fragment 每个fragment其实就一个查询的一个分片 那么这个查询的这个fragment会 它的直接的数据传输呢 就是由这个trim的完成的 那有了trim的最大的收益呢 其实就是整个查询框架 运用了数据的一个suffle的一个能力 那通过这个能力呢 查询的这个计算节点 就不再极限于这个数据的存储节点 从而能够实现更好的利用这个多基点的这个资源 进行这个变形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处理 那在Doris当中呢 物理计划的这个fragment 往往会发明多个b节点进行并行之行 那不同的这个fragment之间呢 数据会通过exchange节点 根据数据的suffle规则呢 suffle对应的这个上层的fragment当中 那除了节点之间的并行呢 Doris还支持在一个节点内部的这个继续拆分 从而实现节点内部的一个并行之行 充分利用一个节点上的一个CPU的一个资源 那么Doris它的这个数据模型呢 也是非常精巧的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是一个列存的一个存储模型 因为对于分析性场景来说呢 大多数用户呢 往往只关心其中很少的几列数据 那么它在使用列存模型呢 可以这个在访问 它可以只访问这个设计的查询设计的一些列 反而大幅的降低那个IO 那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安列存储呢 因为它数据类型比较统一 而且方便压缩 Doris数据模型总共有三种 那第一种呢是聚合模型 第二种呢是这个组件唯一模型 第三种呢是这个明信模型 聚合模型呢实际上就是 根据用户在键表的时候呢 会指定一个维度链和指标链 那指标链上会指定一些聚合函数 比如说像sum,min,max,replace等等 然后在数据导入的时候 会各种根据维度链对指标的进行聚合 那这个组件唯一模型呢实际上是一种 这个去虫模型 它的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 所有的这个指标的这个链的 区域还是都是Doris的一种这个 这个聚合模型 当然在这种模型下面呢 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一些优化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明信模型 它呢存储了主要的这个数据 没有这个前面的聚合和去同的一个操作 那用户呢可以根据这个 自己实际DU需求来选择这个数据模型 比如说这个统计分析 它可能适合聚合模型 那提前把大量的数据呢进行聚合 可以实现这个 这个效率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 那我们以这个操作内部的这个 混沌广告的报表为例呢 它每日呢导入的数据量呢 在只能100到200一条 那么可以实现呢 在100毫秒内就出这个广告的报表 来满足用户的一个实施报表的一个需求 那么在某些场景下面 它可能不关心这个统计结果 那比如说像这个流程分析 或者是这个定端分析的这种场景 那它需要明细数据 那么用户呢就可以选择这个明细模型 进行处理啊 除了这个单表的这个数据存储的一个模型以外 我们也支持这个像 呃星星模型 雪花模型 科秒模型 这种多种模型 通过这个Droid 去做这个大规模的一个处理 那么呃在此之上呢 我们也支持一个智能的物化仕途技术 我们的物化仕途是一个强力制的一个物化仕途 那通过将这个预先计算好的这个产业结果 所以查询结果往往是一个预定以好的一个slash语句 将这个查询结果呢存储在一个对用户透明 但是呢却有真实数据的一个表当中 啊就能够实现对于原始数据的一个任意维度的一个分析 也能够啊快速的对固定温度进行分析 我们因为是强异的物化仕途 它在导入和删除的时候都能够自动的更新 来保证和原表的这个呃数据的一个移植性 并且呢在查询的时候会自动匹配 根据运会的查询语句呢 自动的去选择最优的一个物化仕途进行查询 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典型的一个呃用场景 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于这个数据呢 呃建成一张名气表啊 然后在上面呢建这个多个这个用于这个分析的一个 一个聚合的一个物化仕途啊 那么它就可以覆盖这个明气查询和固定维度的一个聚合查询 两个方面 那么查询呢可能也只涉及到表中一小部分的列 或者行的时候呢可以对专门对这些列和行进行一个 这个物化仕途的一个创建 这样呢也能减少这个数据查询的一个IO 那么当查询包含一些比较复杂的处理 就比方像刚才说的这个聚合的时候 那通过建物化仕途呢也能够避免到这些处理啊 另外还有一个用途呢就是说 当时的查询性能体称上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 就是要充分利用前缀所以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物化仕途呢 然后改变这个不同物化仕途的这个列的排序方式 从而呢能够更好的去命中前缀所以提高查询性 那除了物化仕途之外呢 当时还支持RentimeFuture 这是一个对于这个Drawing产品有非常好效果的一个一个加速技术 那么当时在进行HashiDrawing的时候呢 通常呢会在右表构建一个Hashi表 那么左表流逝着通过右表的Hashi表进行Prob 从而得出这个Drawing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RentimeFuture呢其实就充分利用了这个右表的Hashi表 那右表生成Hashi表的时候呢 那么会同时根据这个Hashi表 生成一个过滤的一个数据结构 然后将这个数据结构呢下推到左表的这个数据仿杂里再上去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当时可以在运行的时候 对数据进行这个数据的一个过滤 假如假如那左表是一张非常大的表 那右表呢是一张很小的一个表 那么我们可以拼用六 可以利用右表上生成的过滤条件呢 把这个绝大多数数据 原本需要在Drawing上进行过滤的数据呢 然后下推到这个这个数据读取的时候进行过滤 这样能够大幅的提升Drawing的一个长运性的 那么当前呢Drawing主要就是三种这个RentimeFuture的一个类型 第一种呢就是IN 这个IN呢比较好理解 就是将一个这个Hashi下载直接下推到数据仿杂里面上去 那么优延呢就是它的过滤效果呢 非常明显非常快 那它的一个缺点呢就是第一呢 它只适用于这个BroadcastDrawing 第二呢它的右表呢 如果超过一定数据量的时候就失效了 那么Drawing主目前的最配置的默认配置呢 是最多呢支持一个2024的一个IN的条件的一个下推 那么右表的数据如果大于一千 要一千零二十四行呢 那么IN的这个RentimeFuture呢就直接失效了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类型呢 就是这个MinMax类型的一个RentimeFuture INMax呢也比较好理解 它就是一个范围吧 对吧 然后通过右表的数据呢 确定这个转质范围之后呢 将它呢下推给这个数据仿杂节点 那优点呢就是这个开销比较小 缺点呢就是它呢 一般上只对这个数值类型有比较好的过滤效果 那对于这种非数值类型呢 它的这个效果就比较差了 而且数值类型如果它的分布是比较散的情况下呢 它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BlueFuture BlueFuture呢 其实就是用Hive 它气表的一个数据结构呢 生成了一个布隆过滤器 然后我们把这个BlueFuture呢 向随到这个数据的一个扫带节点上去 那么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 它适用于各种类型 而且的过滤效果也比较好 那缺点就是它的这个配置计算的过程呢 比较复杂 而且这个计算的要求呢也比较高 有RentineShutter它使用的场景呢 主要的也有两个限制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左右表的大小 一定要是左表大右表小这样一个场景 因为构建RentineShutter本身呢 它也是有一个计算的开销的 那包括内存啊CPU啊等等 第二个呢就是它要求左右表 撞影出来的结果数量比较很少 那么这个呢主要就是说明说这个造型 其实它可以过滤掉很多左表的数据 那如果它过滤率比较差的话呢 其实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那么下面呢 上面说的其实就是道尔斯目前的一些这个特性 和这个一些核心的一些优势 那么下面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道尔斯在新的版本当中的一些全新的特性 主要的是在性能稳定性以及生态方面的一些进展 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相当化执行引擎 那刚刚其实在前面的介绍中呢 也多次提到过 在道尔斯之前的版本里面呢 它的Fical执行引擎呢 其实是基于航存格式 但是呢它的这个存储格式是列存的 那么基于传统的火山模型进行设计 这时候呢在这个进行分子和函数进行算的时候呢 就存在大量的一个非必要的一个开销 这些开销呢主要呢有以下的几点 第一呢是这个类型丢失导致的虚函数调用 那么函数呢无法进行内联优化 它的Catch轻合度也比较差 代码和数据的这个缓存的这个局部性原理 也没法得到这个充分的利用 没法利用这个现在CPU的向内化能力 那将这个计算呢进闭化 这种情况呢CPU的这个分支预测呀 这个包括这个类层的一个profile 等等都非常的不友好 因此呢 由上面这一系列的开销呢 会导致那个当前这个DARS这个 就之前DARS的这个直径引擎效率呢 比较低下 并且它呢也不能够很好的适应 现在CPU的一个体制架构 那么我们全新的一个相当化直径引擎呢 是基于现代CPU特点和火山模型的执行的这个特点呢 进行设计的 那重新设计了内存这个劣势的一个存储系统的一个sicle 这个引擎 那重新的组织了内存的这个数据结构 用这个column这种数据结构呢 然后替换了原来的tuple 提高了计算式的这个Catch轻合度 分支预测 与这个这个内存的prefile式的这个友好程度 那对于这个分批的进行类型的宽钻 将这个本次本P4当中这个类型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时机呢 然后从这个阿行级 然后提升到P4级 然后本P4中的这个使用类型呢 都是在最开始就不确定的 那每一行的判断呢 其实开销呢 会分摊到整个的这个P4的这个级别上去 消除了这个虚海做调用 让编译器呢 有更更大的空间 进行这个海数的内联呢 以及这个CMDU化的那些 从而呢大幅度提高了这个CPU 在SQL执行的时候的效率 那提升了这个SQL长期的一个性能 那么通过这个整个相对化执行的一个 这个运行呢 啊 他解决了这个在原来有续寒数调用的时候呢 他这个在CPU流水线呢 他可能会因为这个类型的这个判断 导致他无法去提前去加载这个指令和数据 那么从而他只有时间会出现这个bubble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在这个相对化执行以前 因为他类型都是统一的都确定的 啊 他的执行呢也是面向CPU非常友好 那从而消除了这个bubble 从而大幅度提高了这个CPU的查询的一个性能 那在这个一些这个标准的测试机上 比如说我举的例子是这个SSB的数据集 那这个呢是一个轻量的一个输操场景下的一个性能测试集 它呢是基于那个TPCH的一个简化版本 啊 是一个新型的一个数据集 那主要呢是在测试新型模型下面 左表关联的一个性能的一个表现 那么另外呢 业界呢通常也会将这个SSB的数据进行打平 变成一个宽表模型 呃一般来会称为这个SSBFLAGE 用来测试这个查询引擎的一个 呃直接计算的一个性能 那么在SSB的标准数据集上呢 在这个13个查询上面 啊新的版本的这个DOS 和之前版本的 它概有了这个2到3倍的一个性能提升 那么在这个后面我们陆续优化过程中的这个提升呢 会更加的很明显 呃除了性能方面呢 我们也在这个稳定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呃到此之前的一个稳定性最大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对于内存的这个控制 特别的严格 在这个复杂的使用场景下面呢 经常会出现这个内存的 啊OM的一个情况 然后被这个操信 向这个进程直接杀死了 然后这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我们就内存的跟踪呢 其实不是特别严格 而会有一些内存的一个黑洞 就是我们无法感知的一个情况 因此呢 我们在新的一个内存跟踪框架上面呢 做了两方面的改进 第一呢是对于这个呃 等等这些我们一些迟化内存 和预先分配的这个 啊内存持的一些内存 然后有了更加精确的控制和分配 另外呢 我们会对这个每个query 在查询过程中 你其实发到这个每个b点点上面呢 我们都会在查询的某一时刻 其实一般来说是有一个线程 去只为一个这个呃 快速追求服务的 那么我们会同时的生存一个 FlyLocal的一个变量 从跟踪这个查询的一个情况 啊 在查询内部呢 我们呃 在代码里面呢 对于这个整个内存的一个分配 进行呢 那每个查询的执行的时候呢 实际上都是有一个内存限制的 那么 基于这个限制呢 我们就可以提早的判断说 哪些内存 哪些查询的内存呢 已经超过了它的执行限度 从而呢 我们会直接杀死到这些内存 而避免呢 对于整个这个系统的一个影响 通过这些操作呢 我们基本上杜绝了这个OM的这个发声 另外在这个整个生态支持方面呢 当然目前呢 能够和主流大数据生态的大部分的应用都能非常好的一个结合 比如说我们能够支持像海洋 ODBC的一个外表 然后包括这个ES 然后Aceberg Hoodie等等这些生态的一个联邦查询 我们能够自动的同步这个Aceberg外表的一个 这个数据啊 能够直接去查询海洋的一个外表 通过这些手段呢 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一个 胡藏意识的一个生态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现在正在做的一些这个工作 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一些这个规划 这些都是 比较 比较令人兴奋和比较 啊 有价值的一些工作 首先呢 就是优化器 我们在未来呢 会实现一个全新的一个 基于KSK的一个优化器 那么这个主要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 KSK的优化器呢 然后实现对于这个查询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优化效果 主要是对一些复杂的这个 和照应查询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优化器呢大概有三个发展阶段 那第一个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启发式的一个优化器 那这个呢 就是通俗来说就是基于规则的优化器 那么这个一个查询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优化器呢会根据这个既定的规则 逐个的去适用这些relate的规则 然后呢最终呢会生成一个 它是relate之后的一个查询结果 这个呢其实是对数据的变化是完全不感知的 另外呢就是第二大的一个优化器 其实呢就是在第一代基础上呢 加入了这个Draw and Realt的一功能 这个呢也是目前Draws所使用的一个优化器 那么在Draw and Realt的过程中呢 也利用了一些这个表的统计信息 但是目前的这个统计信息呢 不是特别的准确 那它的优点呢就是说解决了在部分程序下的 一个Draw性能的一个问题 那缺点呢就是和这个cost相关的优化策略 都没法在那个系统里面应用 那么第三代优化器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发过程中 我们只有ksk的架构的一个优化器 这个优化器呢 实现这个优化器的这个速仓产品 基本上都没有开源 然后这个优化器它的主要做的工作 第一呢是将这个整个这个查询规划的这个 竖性结构变成了一个搜索空间 然后对这个搜索空间里面所有的这个模型呢 进行这个啊 做它规划 然后做cost模型的评估 因为它是数据结构 它在这个做搜索空间枚举的时候呢 可以进行一些简直啊 一些操作 同样的降低这个啊 操作空间的这个大小 而且呢 它会呃 依赖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 查询的这个表的这些统信息 那它的优点呢 其实就是所有和cost相关的优化都可以使 而且呢 因为它是一个动态规划问题 那么它呢 啊 得到的解呢 反而是一个全体的最优解 啊 那么它的特点呢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 它将这个啊 查询规划的这个数据结构 转化成了数据空间 然后能够用于动态规划 然后它能够通过top down的方式呢 进行同层的简直 他呢 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数据的敏感性 也是非常好的 数据 一个表的数据也很小 就是当它数据上不见增长 它的查询规划也可能会提示它 这个数据的增长进行变化 那它对于这个复杂查询的一个优化性 这个效果往往会比我们原来的这个 其他数据化性要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啊那另外呢 就是对于这个冷温数据的这个方面 我们在未来呢 也会支持这个冷温数据的一个分层存储 就随着用户数据量的一个持续的增长呢 存储成本会在这个数据库成本当中呢 会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那么如何有效的去降低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存储成本呢 就其实摆在了很多用户子的面前 那绝大多数场景下面的这个数据 其实都可以分为冷热的 那么这个冷的数据呢 往往呢它的价值比较高 但它访问频率呢比较低 对吧 然后数据呢一般会随着它的这个 呃时间的推移呢 它访问频率会逐渐的降低 那么用户呢通常会只在一段时间内访问这个呃 一段的这个时间内之类的数据 那比如说这个最近一周或者一个月的 那数据呢如果不做划分的话呢 它必然会导致一定程序上的性能也好 或者是存储成本的一个消耗 那么通过这个冷热存储冷热分离呢 我们将冷的数据呢这个放在这个比较便宜的一些通用的一个云存储上面去啊 然后呢我们将这个数据呢放在这个呃本地磁盘上 本地磁盘呢同时也有这个呃这个sd和g这种冷热的划分啊 这样呢通过将查询几率比较低的这个数据呢 然后这个的存储成本降低啊 这样呢就可以显著降低整个数据库的一个使用成本 那么将这个比较查询性能比较高的像这个sd的磁盘资源呢 放给这个热数据 然后对于这个整个查询的一个呃 性能表现上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呢 就是对于这个复杂类型的一个支持 那么随着DORF在这个整个大数据生态当中的这个应用的越来越广泛呢 我们在接触像这个PAR或者SPARC等的这些呃 这些生态的时候呢进行联邦查询的时候 往往会遇到说他原来的这个扣里面会有一些这个复杂类型 我们无法支持的一个情况 主要是类型的有大概有三种 第一种的是Rain Rain呢实际上是一个同种类型的 呃有序的一个数据的集合 那么还有呢就是Map Map这种类型呢其实是一个这个无序的一个KVTUR的一个集合 那还有一个呃常见的是那个Strake 那Strake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同类型的元素 它组成的一个集合 那复杂类型的这个数据呢 通常呢都是由这个现有的类型进行组合而产生的 那一般呢都有直接访问和处理组合内数据的这个能力 那因此呢这个通过这个支持这个复杂类型的DORS可以能够可以 这个扩充在这个大数据生态场景的一些更广泛的一个应用啊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和Hair和Spark 联邦查询的时候能够这个将它的这个应用场景大幅提升啊 他们里面原有的这些复杂类型能够在DORS直接计算和使用 这个的用户体验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 那么预计呢我们会在0点这个1点2或者1点3的时候呢 这个复杂类型呢将和大家去见面啊 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物化使途上面 那我们当前呢其实的物化使途呢只是单表的一个物化使途 能够实现自动的命中然后同步的更新 但是呢在一些另外的一些场景上面呢 用户的查询场景往往呢是比较单一的啊 他呢可能是通过对于呃大量的这个计表的数据 对做一些复杂的比如Join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操作 然后产生一个数据集在这个数据集上进行一些新的一个查询的一个操作 那这样的话如果重复执行的话 其实他对这个计算资源的浪费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 就他呃有大量的一个重复的计算 那么在这种场景上我们通过对于乌多表物化使做支持呢 将这个一个这个查评结果 然后物化到第一张表里面去 然后能够对这个表的操作能够实现 比如自动的更新呢啊 还有这个呃 比如你有强异性要求的时候 他可能会对这个表发现他数据过时的时候 他可能要有这个呃 自动的转成那个普通这个查询的一个能力啊 然后包括自动刷新 然后定时刷新的一些功能 这样呢能够大幅度减少这个用户的这个呃 查询的一个表现啊 能够也能够去降低这个CPU啊类似的消耗啊 这样的主要适用于这个数据更新频率不高的一个程度讲 或者是他对这个查询的这个结果 对这个数据的这个实时性要求不高啊 这样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嗯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到这里 然后呃欢迎大家去关注 阿帕奇Doris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这里面有更多的技术趋势时间案例 然后包括我们的社区活动和一些最近的消息啊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关注这个Doris2022 这个roadmap 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技术的发展和项目的进度啊 好谢谢大家